本次的比賽每組團體會有5分鐘的時間進行比賽 當大家聽到叮一聲的時候 表示比賽已經進行到4分鐘 叮叮兩聲表示時間超過5分鐘 預時是會被扣分的 請小朋友講完故事之後留步 評判將會進行提問的 每位評判將會提問一個問題 另外請在場的所有人士 把手提電話交成正音狀態 以免影響參賽者的發揮 當參賽者在比賽的期間 在場的人士不得隨意進出比賽場地 以免影響發揮 同場同梯次的參賽者 之須都要是其他參賽者都比賽完畢 之後才可以一起離開這個比賽的場地 下面我就繼續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評判 他們分別是謝惠莎老師 黃宇山老師 和金沛山老師 下面首先有請包師高月華小學 醒目三人助盡 他們要演繹的故事是小藍舞 下面有請兄弟幫助準備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小藍舞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小藍舞 他很喜歡戴藍色的帽子 所以大家都叫他做小藍舞 頭一天爸爸就跟他講 兒子啊 你的公公病了 你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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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驟不認識我的生意 大野龍出現了 咦,那裡有個小朋友 加油了,我今晚有豐富的晚上參食 小蘭姆,小朋友,你在做甚麼? 公公病了,我想找些花給你公公 原來是這樣,你叫做甚麼名字? 你公公住在哪兒? 我見小蘭姆,我公公住在歌山多著樹下邊 嘩,太好了,我今晚有豐富的晚上參食 小蘭姆,你真是乖 我知道在森林的另一邊,還有很多又大又美的花 你想不想去看看? 真的呀,我想公公也喜歡一些又大又美的花 多謝你,野龍先生,我現在去摘花了 好,再見啦,小蘭姆,仙女啤小蘭姆 知道大野龍在黑海,就去身行另一邊去摘花了 大野龍就趁機走到公公家裡 又一口,就把公公直覺落肚 又穿上公公健身,帶上公公正好 又睡在床上,讓小蘭姆來了 咸咸咽喳 青蘭姆 公公,是我小蘭姆 我來了探你pa 對蚊貌又無數,你自己走過去吧 公公,為甚麼你耳後亣這麼大 那叫耳剛 Medha 是因為想聽清楚你說話啊 舅公,為何你的眼睛這麼大? 我的眼睛大,是因為想看清楚你的樣子 舅公,為何你的嘴巴這麼大? 我的嘴巴大,是因為想一口吃了你老婆 好飽啊!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開列人 剛才拿到公公的家,由一槍打毀了大野狼 還拿著把剪刀,剪開大野狼的肚子 救了小辣寶,就買公公進來了 這個好的大野狼,就讓我們好感情過一下他 就讓我們放一些石頭到他的肚子裡 接著放著他,讓他已經吃不到東西了 哎呀!好重啊!好頸殼啊! 咦!那裡還有一條鵝 哎呀! 嗯! 美食伴依為我先問一下,這套事有意見嗎? 你們學會了我的話嗎? 嗯 不可以連近和個人人講話 還有呢? 不可以隨便探話 不可以亂地跟人說家裡的地理 和不可以亂地信人是自己的東西 應該是真的 可能會有嘎嘎 或者會騙人 好 沒錯 OK 阿先生 排練這個故事有沒有看到 沒有 沒有 會不會很長的 不會 不會 一開始排練當中 遇到甚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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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想問一下小男寶這個故事 是否應該有小紅寶來的 是 是先生叫你們改還是自己改的 先生 先生說你們改的 那有誰欠做小男寶 沒有 自己選擇 自己選擇 那你自己選擇做柴狼 為什麼你喜歡做柴狼 不知道 你幫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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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不過他真的不知道 是嗎 我要輸出小藏 是嗎 是嗎 小女生 都可以 小女生 是的 啊 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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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